金星建礁它本身的空间非常大 占的体积非常大 所以我们可以做各种的调整 里面的设计上面 我们就可以考虑到说 这某些部分的设计 是考虑到某些鱼类 所以说变成一个相当大的 一个海底的公寓 甚至是海中的造震 他们是台海安全的守护者 终其一生都要在海上敞阳寻艺 其中还有一些特别幸运的 会在除疫之后 继续和大海缠绵潜泉 直到永远 越洋舰是一艘接收 自美军的驱逐舰 它在美国服役期间 曾经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 太平洋战争 1945年协助支援 对东京轰炸作战 以及南中国海 台湾琉球一带寻艺协防 1970年授予我国 庆阳舰曾经是美军 在太平洋战场上的 重要驱逐舰 在1945年的冲绳之翼中 被一架日军的神风特工队飞机 直接撞上后甲板 造成30人阵亡的重大损失 本舰在二次大战后 曾经协防台湾 也曾经参与越战 1971年10月 移交中华民国海军 我国海军为了庆祝它 是第一艘自费购买的军舰 所以把它命名为沁阳 而当时的售价 只有15万美元 镇海舰是美国于二次大战建造的船屋登陆舰 具有巨大的舰内船屋 可容纳通用登陆艇三艘 或18艘机械登陆艇 舰体可饮水半沉 让屋内小艇泛水而出 1958年 823台海战役期间 镇海舰还曾经协助我军运补金门 1977年 以军售名义转售我国 用军舰的话 基本上我们有几个考量 第一个是因为是资源的再利用 因为这个军舰它除役了以后 其实已经不做其他的用途 那我们可以再利用 这个资源好好来再利用 对于人工鱼胶放了以后 它可以给予很多的资源 而且呢我们也发现 过去我们曾经用过渔船的胶 那渔船胶这个胶体呢 是比较小的 军舰非常的大 所以我们可以做各种的调整 里面的设计上面 我们就可以考虑到说 这某些部分的设计 是考虑到某些营类 所以说变成一个相当大的 一个海底的公寓 甚至是海中的造震 所以我们也希望 这个军舰胶 经过我们的不断的设计改良以后 能够发挥最大的效果 为了让这些军舰能够顺利转型 成为海中水族的幸福家园 渔业署委托的工程顾问公司 取得这三艘军舰的原始资料之后 立即进行规划 并且将秉持着渔业署全样貌 无障碍 零污染的最高指导原则 进行缜密的施工 为了让鱼儿在这栋综合大楼里 自在悠悠 船舰上的每一道门 每一个会移动的物品都得拆除 不仅如此 还得在船体上切割出大量对称的开孔 让海水可以充分对流搅动 务必让军舰成为水族的无障碍空间 比较特别的是 有别于杨字号的狭窄 镇海舰则有着宽敞的船屋 主办单位鱼业署和工程师们脑力激荡 在船屋内设计致放电杆胶 这样的设计一方面可以达到压仓 降低重心的目的 同时也能更有效地运用空间 建构鱼儿的栖生环境 经过审慎的评估之后 这三栋鱼类的综合大楼终于找到归宿 分别是岳阳舰投放在花莲县 齐来比人工余胶区 庆阳舰投放在台北县奥底人工余胶区 以及镇海舰投放在屏东县 小琉球南福村人工余胶区 爆破工作人员在老军舰船身两侧 均匀地安装了32个火药盒 以炸药炸成军舰 这是国内第一次使用的技术 这是一个聚能无优的一个原理 在这个炸药在爆破之后 产生高温高压房的铜片 弄成军舰之后 然后把那个钢盘关穿 我们现在准备起报请等候指示 直到动了 直到动了 快去 好,走 不要放 嘿 开放啦 快放啦 放放呀 起放 优优独播 优优独播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几分钟后 这几艘巡逸台海数十年的军舰 终于在它半生相守的海域里 找到永久的归宿 事实上 由89年投放的两艘军舰就可以得知 以军舰作为人工鱼胶的成效十分良好 我国第一艘军舰胶的万安舰 投放至今一年多来 经过学术单位调查 发现军舰上长满丰富多样的藻类 以及藤湖 阮山湖等 这些生物的出现 一方面可以增加基础生产力 同时可以吸引其他海洋生物 到渔郊区内棲息 索尔 繁殖 甚至定居下来 同样的 根据潜水人员的调查 投放在澎湖七美人工鱼胶区的凌云舰 船舱内外的鱼群大约有四十种 而且回游性和底漆性鱼类都有 俨然是鱼儿的快乐城堡 包括之后半个月 我们潜入海底 探访九十年投放的军舰交 战功彪炳的勇士 以壮烈的浴火之姿 结束了海上的任务 他们并未除异 只是换了个战场 为了国家长远的命脉 永振海江 相信再过不久 军舰交会被藤湖 海藻 牡蛎等海洋生物附着 刚硬的线条会变得柔和 然后鱼类水族将会陆续迁入 台湾的海域里 又将诞生三座热闹繁盛的海底石针